好 那 这门课是这个 深度学习 那我们大概 先介绍一下 这门课要教什么内容 那我们教的内容 分成 几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会稍微讲一下 这个深度学习的 一些基本 比较理论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介绍这些 比较常见的像 Compidational Neural Network RN 它对应的STM 那我们会讲一下 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会介绍一下 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严格上来讲它应该 可能是不法而归类 成Deep Learning的一部分 不过它现在的一些做法 基本上也是 采用Deep Learning的一些 方法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把它放进来 好 然后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 这个 非监督市的这个 学习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要 Cover的 比较属于 理论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也会讲一些 比较应用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考虑比较多 关于这个用在 Compidation上面 像Sigmentation 和Additation的这个部分 那今年我们会再增加一些 关于这个Compidation Model的这个部分 特别是这个大型元模型 相关的 一些部分 然后 那你这些 模型 到最后你是怎么样去 真正在 这些系统上面去执行 所以我们会讲一下这个 模型压缩和加速的这个部分 那 除了这些CMNC One 那我们会特别针对LM相关的 这些压缩和加速 稍微会提一下 因为它也有一些它自己 比较独特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 今年这一门课要 Cover的这个 内容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一些应用 比较小的 我们就没有特别洗在这边 大概就会散布在我们的这个 里面 这样子 好 那 那因为Deep Learning的这个 整个 发展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 我们这边的内容 基本上 应该大部分的内容 会跟往年的会接近 但是我们会把 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发展 都会陆陆续续的 加入到这个里面来 好 那 那 那这门课是电子所的这个 研究所的这个课程 所以 基本上 各位应该大部分都是 W1的学生 所以应该这个代数和几率 这个应该都都用 那我们这门课的作业 会用到 PyTorch 那PyTorch的语法 基本上是Python的这个语法 所以 呃 如果你之前都 会Python或PyTorch的话 那 呃 会建议赶快呃 趁这个时间去学一下 Python其实还蛮好学的 并不会很困 那这门课 呃 你是不是需要知道 Machine Learning 那 如果你之前有修过 比如说 呃 地基大三 这个呃 地基学籍导论 或者是公司会导论的话 那有修过的话也是很好 那没修过 其实 也不影响 呃 修这门课 所以呃 这两边是没有 呃一定的这个 这个关系 因为有需要知道的这个知识 我们在这门课都会 再跟各位呃 讲过一次 好 所以呃 所以基本上 呃这个就是把我们 刚会讲的内容 大概都 多列 列在上面 那 呃 我们这门课 大概跟其他的这个 呃 这门课 差异比较大 我们会特别 讲到这些 关于这些 Inventation 还有 Realtime 执行的一些 问题的这个 呃部分 所以呃 这个是我们这门课 要cover的这个部分 好 那呃 呃 关于我们的 呃 呃 作业的部分 我们应该 60% 会是呃 会有5个 5个作业 好 那如果是4个作业的话 我们应该会有一次的 集中考 会拍在10月28号 这一周 好 那这个呃 呃 等上过几周之后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呃 教学的进度 决定要 呃 考集中考还是让各位写的作业 好 然后 提供Final Far捕 呃 施占20分 好 然后期末考战20分 好 呃 因为我们 修课的人 其实还蛮多 所以呃 呃 呃 吉本发掘大概可以是 一到两个人 一组好 那如果你要更多人的话 请 呃 得到 呃 我这边的同意 好 那 呃 那题目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开放 大概是跟深度学习有关的都可以 比如说你可能你的实验室研究所 你的研究实验室有在做相关的一些题目 那你可以 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变成你的这个最终化学的这个部分 好 这也是可以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的学习作业 还有考试的部分 好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所有的讲义都在学校的E3的这个品牌 那我们基本上上课是实体 那我们虽然有开提示的连结 但是现在是没有在用 但是我们会把上课的录影放在YouTube上面 这是YouTube的这个连结 然后这两个是之前两年上的上课录影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话也可以也可以看 那基本上我们上课录影的部分会 呃大概 在当天上完课之后最慢隔天应该都会上到这个YouTube上面 都会上到YouTube上面 所以 呃 各位可以呃 那我们上课以律师线上选课 我们步步手动加签 那 那这一门课是电机系和电子锁优先选课 所以 呃基本上电机系和电子锁想要修课的同学应该 所以在呃之前的加退选阶段应该都选到了 应该都选到了 那呃 那开选之后呃加退选的部分就是看系统的这个抽签的这个状况 那呃基本上都陆续会有人这个呃退选 所以都还会有一些名额会空出的 好 那呃如果是产创学院的学生的话 好 你就直接找这个产创的这个所办 所以产创学院的名额是不在在这个里面啊 不在我们的县格名里面啊 是为了另外的保留的 所以这个是关于呃 休课的这个部分啊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啊 关于我们的呃作业评分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嗯 好那呃呃这个是我们的呃这整个学期的呃 安排的部分 安排的部分 呃 今天我们大概会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好 然后从这个呃 呃 影像分类来跟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些Machine Lending相关的一些呃 东西的这个部分啊 然后呃下礼拜我们会就就会进入到呃 呃转风门好 所以到这边呃的话应该我们呃 等于基础的这个模型的部分其实应该都介绍完 然后后面的部分就会是比较呃偏一些应用的部分好 啊我们会来讲呃 Cematical Segmentation 还有Object Detection 那这边呃 10月28号看我们到时候上的上课状况啊 那有可能会变成是其中考的这个呃部分 然后呃 后面我们就会来讲呃模型压缩 还有呃其他相关的Foundation Model 那我们期末考在第16周啊 就在第16周的这个部分好 然后班旦发觉呃呃 预计让各位多两周的时间可以那个呃 呃 卸了 所以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们该在其中的时候就会呃 公告好那可能各位就可以早一点开始呃 进行 so 所以 对 后面的同学前面还有位置 请到前面这边坐 前面其实还蛮多空的位置可以坐 如果要坐的话 这边都还有很多位置 那我们上课 其实没有用特定哪一本教科书 没有哪一本教科书 但是如果你想看书的话 有几本书是蛮推荐的 那第一本当然是这一个 几本以这个是几个 算是这个领域的大师们所写的 我有看出版的时间有点少 有点少 已经一些比较新的 新的内容其实都没有涵花在里面 新的内容比较没有涵花在里面 所以稍微比较旧一点 另外这一本 Deep Learning with PyTorch 这一本你可以找到线上 因为我们这一门课的作业都会用到PyTorch 那这里面其实它就 也会讲一些不同的模型 然后PyTorch 它是怎么实现 所以其实也蛮建议各位可以下载下来 当做一个蛮好的一个参考 这个好像学校读书馆应该是有 然后线上也可以免费下载到 那如果你想看中文的话 中文的话前面的这一本书其实也有人翻成中文版 所以如果你想看中文你可以看到 那另外这一本也还蛮不错的 那基本上你直接连到这个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到 那它有中文版和英文版 然后这一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 它事实上用各种Firmwork 去实现这些不同的这个模型 包含开头去TensorFlow 还有Chaos 所以事实上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参考书 如果你想要知道某一个语法 或是某一个 模型开头去怎么写的话 那除了刚刚我们前面一页所介绍之外 这一本其实也蛮不错的 然后也写的还蛮清楚 也是蛮清楚 所以推荐给各位 推荐给各位 好 所以 但是我们上课都是用讲义 我们讲义就放在这个E3上面 好 那 那Deep Learning这一个 基本上这个 这做起来圈里都需要满花时间的 满花时间 那 不过我们Lab的部分 基本上会控制这个时间 尽量 不会让各位花太长的时间来去训练 但是 但是因为我们修课的人其实蛮多的 所以 我们基本上应该会建议各位直接使用这个Google的这个Collab 那你是较大的学生 这个应该都都可以直接连上去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课程相关的部分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这些品分等等 有没有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做一下这些 这些 Deep Learning的介绍 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个 预约上我们应该从这个AI的这个历史开始 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个AI历史从从什么地方来 从什么地方来 最早这个1943年 这两位 用这个属性模型来model一个neuron 这个neuron 好 那这个neuron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 呃 Hulikon内层 事实上这长得 长得蛮像 好 长得蛮像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呃 模型 那这个模型的这些呃 输入 它会乘上这个weight 然后相承相交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好 但是这个weight是不能训练的 随到后来这个呃 Rosenberg 他呃 把这一个变成是一个可训练 好 所以我们现在意义上看到的 呃 这个 Fullikon内层 好 通常我们追 追溯到 呃 第一个 可以做的话 大概是 呃 1957年 这 这 这一位 呃 罗整个所做出来的这个呃部分 好 那 那这个东西开始做之后其实很很快这个呃 呃 就有人在在想啊 那你怎么判断一个东西它是不是具有人工智慧啊 所以这个Alan Tooling他就提了一个这个Tooling test Tooling test 也就是说 你如果隔着一个这个 隔着一个这个屏幕隔起来 好 然后你这个人 这个人跟 呃 这边 呃 这边是你 好 然后你隔着这个屏幕跟 后面这边不知道是电脑还是人 然后你去跟他对话 那如果你这个人 你去跟他对话的时候你发现你分不出到底 对话的是电脑还是人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个呃 电脑就具有这个人工的这个呃 呃 跟人的这个智慧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本质上这个就是所谓的Tooling test 在他在做的这个呃事情 好 那Tooling test的这个呃 比较早期版本的Tooling test 当然比较简单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呃 技术发展比较比较厉害之后 那这一个部分其实大家也开始把这个呃 慢慢变得比较 比较 比较难一点 好 那 那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人工的Neuron做起来之后 哎 大家就觉得这个可以做出这个人工智慧啊 那可以下期啊 什么啊 那是不是看起来这个一切都很美好啊 好 那 可是在1969年的时候啊 呃 NIT的这个一位教授 Minsky Minsky 教授和他的这个学生啊 就提了一个呃问题 就说像这种 多神本做的这个啊 这个叫Persetron Persetron的这个网路呢 那他事实上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办法解 也就是呃 如果你的点是这样子分布的话 他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把这个绿色和红色的点分开来 好 这个就是呃 呃 最有名的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啊 好 那既然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办法解的话 那更不要讲更困难的这个问题啊 好 所以呃 经过了这个之后 这个呃 AI就进入了第一个这个呃 发展的这个冬天 就整个就沉寂下 整个就沉寂下 好 那虽然这个东西沉寂下来啊 但是呃 还是有人呃 持续不断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呃 研究啊 那这里面大概有几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就是1970年的时候啊 Separd提出了这个呃 呃 背跑给许 背跑给许 好 到反递的这个部分 那背跑给许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维基分的这个呃 呃 圈入 维基分讲的这个圈入 那这个部分的背跑给许 呃 呃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那 他提出了一个你可以说自动维分的这个方法 那你一旦是可以变成自动维分的话 那那做这种背跑给许 那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就可以丢给电脑去做 丢给电脑去做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还蛮重要的一个呃 呃发现 还蛮重要的一个发明 但是呃 这个发明基本上呃 只局限于这个呃 AI的这个领域 那其他领域其实不太知道这件事情 好 那另外一个呃 呃 在1979年 1979年 啊 嗯 一位 日本老先生 这一位 啊 他做了第一个这个CNN的网络 啊 Conclusion of New England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CNN 其实是非常非常早就发明的一个呃 呃 东西 好 那那这一个这些东西基本上呃 你可以说都是成绩在历史上面 那那那后来在1986年的时候1986年的时候 1986年的时候 Pintern还有他几个呃共同的这个作者啊 把这个Bepergation呃就是我们刚前面看到的这个197年的这个Bepergation啊 又重新又重新把它发明出来好 然后开始把它普及化好 开始把它普及化好 好 那这个东西普及化之后 那整个呃 Newon Network的网络的这个训练就变得比较可行 好 就变得比较可行 好 所以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 呃这个呃 这个 这个 Newon Network的应用其实又又受到这个呃 呃大家的这个呃重视 好 但是很快呃 呃大家还是看不到有一个什么具体的这个应用 所以很快呃又进入了呃 呃第二个这个AI的这个呃 呃寒冬 winter的这个部分 好 那但是在这段时间呃 其实大家还是还是有不少人还是持续在做 好 那呃 呃 呃 第一个算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应用是这个 啊 这个啊 是比较浪寸 比较浪寸 那各位呃 呃现在在看论文或是看一些呃 AI的新闻常常会看到这一个 这这一问 好 那他在1989年的时候接受美国邮政邮局 哈 美国邮局 他做了一个这个呃 手写数字辨识 他辨识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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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邮局续哈 那这样子那个 邮局在处理那个 那个 在发信件的时候 他就被呃 自动化去去做 啊 他用的就是这个CNN的这个 这个 所以呃 真正看到有一个呃 实际可以用得出来的这个 呃 东西哈 1989年 好 也算蛮早 那这个这个网络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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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实际的demo 可以给你看 好 那 那 那这个呃 呃 同时间 好 同时间 呃 呃 远作的那个呃 手写数字辨识 那一个呃 呃 后来他们就把那个dataset 把它稍微整理之后 把它放出一个迷你版出来 这个就是 各位后来看到的这个 NNIST 那我们今天来看 大家觉得这个NNIST的这个 手写数字辨识这个呃 也非常非常简单 好 非常简单 但是当时这个是一个 还 呃 颇具挑战性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刚讲的都是这个 呃 Neural Network的这个 部分 啊 那同时间其实呃 呃 大家还有在做另外一个 呃 东西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 呃部分 啊 那一个最大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95年的这个 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啊 那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东西呃 呃 它其实可以做像那种线性的分类 也可以做这种 非线性的这个分类 啊 非线性的分类啊 好 所以它其实呃很有效的解决掉 呃最早期的 我们刚讲那个Persession 绑组 它没办法做这种呃 呃 非线性的这个部分 啊 所以然后它这个做起来速度又很快啊 呃 Machine Learning采用这种Support Vector Machine 呢就变成呃 呃 当时的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呃 呃应用哈 就所有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论文 其实看到大部分都是这个呃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这个 这个 那 那 但是呃 跟NN相关的这个部分 其实呃 一直大家都还是在 在做好 在做好 那 这边 嗯 我们顺便提一个 这个是1997年 这个是瑞斯的一个教授 他提的这个 STM 好 STM 我们在后面会介绍到的这个 呃 部分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差不多在2000年之前 啊 公元2000年之前 我们现在所 呃 我们这本课要交给各位的这些 呃 这边的这些 理论 的内容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已经发展出来 啊 大部分都已经发展出来 啊 所以我们学的东西其实 你要追究历史的话 其实也都还蛮老的 就都还蛮老的 好 但是呃 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一直都做不起来 啊 一直都做不起来 那其实呃 呃缺少了几样因素 啊缺少了几样因素 啊缺少了几样因素 好 所以呃 之前的这些网路呢 基本上大概都做得比较浅 啊 就是他的网路的深度 其实都不是很深 大概可能就是两三层左右 啊 那顶多到四五层 啊 顶多到四五层 好 好 那到二零零六年的时候啊 啊 Kinton 呃 他们呃 成功证明说 欸你这个网路啊 如果做得比较深的话 它事实上是可以 它可以学得起来 啊 可以学得起来 啊 那他们当时用了一个叫做 Deep Boseman Machine 啊 Deep Boseman Machine 好 那当然你现在其实也看不到这个东西啊 你如果去看这一篇论文 他在讲他的这个训练史上讲的 非常非常的复杂啊 好 好 那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 呃 后面会跟各位提到 当你的网路做得很深的时候 做得很深的时候 网路事实上 不太容易训练 事实上可以说根本就训练不起来 啊 根本训练不起来 那你根本训练不起来的话 你根本提不到什么Deep Lending 你的网路根本就没办法变深 好 好 所以2006年的时候 哎他们证明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可以做 好 这样可以做 好 所以呃到这边的时候其实 哎 演算法的部分其实已经Ready 演算法的部分是Ready 好 但是呃 呃 你要做Deep Lending的话 那 那 你这个训练需要有大量的这个 呃 资料 那 呃 呃我们都知道2000年有一个大话末 就是网记红路 啊 com的85 啊 啊 那网路 爆调之后啊 啊 网路爆调之后 他还是留下很多的这些东西好 我们的呃 呃 一般的网路的使用 这个还是到过了 后来实际上还是通过发展啊 好 那有了这些之后 我们所有东西都在这些网路资料上面好 所以我们现在很容易可以从这个网路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大大量的这个资料好 所以 所以在呃 2009年的时候 好 李飞飞 三国大学李飞飞教授 他仿造这个Warnet做了一个ImageNet的一个呃 大型的这个这个Data Set 好 好 好 所以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到我们演算法有了 资料有了 好 资料有了 好 那还缺一个东西好 还缺一个东西 就是 计算量 好 计算力 好 那讲到计算力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 什么东西可以提供计算力 就是我们的半导体 好 我们的半导体 好 我们半导体当然你 追到最原始的话 从这个 50年代的时候第一个Digital的Computer到 90年 这个是我们的手机 好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呃 电脑的这个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它 呃 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在 GPU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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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 使用GPU这件事情呢 使用GPU这件事情 用在Digital上面 好 那这件事情也不是 呃 这个NVIDIA的这个黄仁勋 他想到 他根本也没想到这件事情 好 那 那谁是把GPU跟电灯链弄在一起 好 事实上是在 2012年的时候 Kinton跟他的博士班学生 好 他们为了参加这个 ImageNet的这个 这个竞赛 ImageNet的竞赛 他们 呃 自己写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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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把他们这个网路丢到 两颗GPU里面去跑 两颗GPU里面 那 这个工程难度 老实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高 呃 我想问各位 好 应该没有人 会写铺档 应该没有人会写铺档 而且你还要是两张GPU 还要能够 可以一起work 那这个工程难度 其实 呃 不是一般的高 好 那这个 这件事情第一次做就是 呃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这个AlexNet 这个就是2012年他们 做的这件事情 好 所以 GPU进来 那 好 那 那这个东西进来之后 大家就发现 你演算法有了 然后 training的资料有了 然后 计算力也有 那 剩下的事情 基本上 各位就很清楚了 我们 嗯 呃 后来的这个发展就其实 呃 蛮快 好 那这边当然 呃出了我们早期的一些 呃 Deep Lending的一些算法 像 CNN的 CNN的算法之外 那 从2012年之后 其实还有一些 呃 蛮新的一些东西进来 蛮新的东西进来 好 好 那第一个是这个 呃 这种 呃 这种 呃 这个 呃 这个 呃 Language Model 这个Birds 这个Language Model之后 那后来就衍生成我们 呃 最近这两年很红的这个 这个大型元模型的这个 呃 部分 呃 那GAN的这个模型的提出来事实上是 呃 这个 他们 有一天去这个酒吧喝酒的时候去 呃 聊天想到这个想法 然后回去之后 就 呃 也没睡觉 就 呃 就一个晚上就把这个call给 给call点出来 就做出来这个东西 GAN这个东西 好 所以 所以这个生成式模型 这一个部分也算是呃 呃 现在非常非常呃 popular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之后 那大家就会想说 诶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成是一个通用式的这个AI 那在做通用式AI之前 那大家就会开始在尝试 诶 你是不是在做一些特定的test 像这个虾棋 还有呃 玩这个GAN的这个部分 他是不是可以 呃 这样AI也可以做 因为这个都是通往这个呃 所谓的呃 通用式AI的一个呃 手段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 刚刚我们其实看到好 整个呃 电弹宁其实它包含了三大 三大要素 演算法 big data 还有算力的这个部分 就是呃 GPU 那 那 那 NVIDIA的KUDA 事实上是在2007年 2007年提出来 那他提出来之后 呃 当初也没想到可以跟Deep Lending结合 好 没想到可以结合跟Deep Lending 所以 不过他看到这个呃 呃 Ginton教授他们做的这个 这个 东西之后 东西之后 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还蛮有用 好 所以呃 还蛮大力支持他们来做 好 那后来我们就看到 呃 他在AI这边其实呃 呃 可以看到这个呃 这个 呃 这个算力其实增加了非常快 好 好 好 那 那这边我们给各位看几个呃 呃 现在的这个 目前这些AI的系统相对于 人的这个performance 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好 这边这个零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呃 human performance 那你可以超过 超过零的这个部分 就是代表呃 你们的这个 model AI的模型事实上 已经可以比人要来的好 那这边呃 这个各位可以去看啊 有个线上的好 好 这样会比较清楚 我只把它截图下了好 可能 没有人清楚 那这边我们大概看一下 大概可以超过零的部分 就是 这边往上的这个部分 就是 可以超过呃 人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可以超过人的部分 大概就是各种的recognition 包括影像的啦 language的啦 呃 Speech的recognition的这些部分 那这些部分 其实现在的这些AI的模型 其实都可以做得比人还好 好 这个办法做得很好的部分 在哪里呢 啊 这些呃推理啊 一些比较复杂的推理 呃 呃 产生这些 呃复杂推理当然也包含这些呃 呃 呃 这些code的generation的这个部分 目前都还没有做得很好 都还没有做得很好 好 那 那 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影像的这个产生 影像产生 影像产生 呃 这是2014年 这个刚刚我们看到 就是做那个 gain 这个刚做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把它用在这个产生这个能力 好 那早期 早期这边就是 呃 他就只能产生的脸 好 也只能产生的脸 因为他都是拿着脸去做这个训练 好 好 那一直做到2020年的时候 哎大家觉得 嗯 这个能力已经做得越来越精致 好 越来越精致 但是你也就只是能够产生的 也不能做其他的这个 呃 事情好 好 那 那比较大的这个发展 就是到2021年之后 好 21年之后 好 你们可以结合这些大型语言 模型 呃 进来 你不只是产生的 你可以产生更复杂的这些 呃 这个 这个 影像的这个部分 甚至你可以产生到video 如果各位有注意到 最近一年的这个发展 好 好 那 那我想LM的这个部分 好 就不用特别讲 那这个事实上是 呃 让电脑去解释 这个笑话 解这个笑话 那 解释笑话这件事情 其实对电脑来讲 事实上是一个呃 蛮复杂的一个推理过程 他还要了解后面的一些文化 呃 的一些脉过 他才能够知道 诶这个笑话为什么好像啊 所以 所以他背后隐瞒的意思是 呃 你这个模型 他也没有办法做这些很复杂的一些 呃 推理的这个 呃部分 好 那当然你要做到这么高 这么厉害的这个AI的话 那你的整个 呃 model的这个训练 这个 计算量事实上是指数形成长 我们这一 这一个dimension是对数 是log 对数级的这个 部分 所以呃 在早期早期的部分这边还是跟着模式的 但是后来这边基本上是你每六个月 这个大概就是double 所以这个 呃 这个计算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呃 可怕的一件呃 事情 那这边我们给各位用另外一个图来看 好 可以 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些呃 不同的这个 model 他所需要的这个 呃 计算力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要完成这些计算力的部分 基本上你就是需要半导体 那 那这些呃 呃 有办法做这个的部分 其实呃 非常集中 好 底带的部分不用讲这个就是集中在NVIDIA 这边 那制造的部分就是台湾的太极电 太极电 太极电 然后 连封装的这个部分也也都是非常非常集中 非常集中 所以 呃 所以除了这几个国家之外的这个 呃 地区都都保持着非常大的这个危机感 非常大的危机感 所以所以这个是现在的这个 AI世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呃 部分 好 那 那这里面 呃 当然随着这个半导体的这个 呃 进展 哈 那 你的这个 每美元的这个GPU的认算效能 事实上是呃 不断的在在在提高 所以这个 这个黄仁勋讲的没错 就是你买越多 事实上你省越多 买越多省越多 道理就在这里 这个完全都是靠这个半导体技术呃 呃 一路成功全功 好 但是这一些呃 呃 你要付出的代价也很高 啊 付出的代价也很高 那这一些呃 呃 不只是硬体的部分 那你后面需要的这个 电力的成本 事实上也是变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呃 问题 所以呃 最终呃 大家绕了一圈 其实 那五十年前大家就在担心这个呃 石油啊 就是呃 能源的这个部分啊 但是呃 五十年后 那大家其实还是在担心能源 啊 事实上是在担心 你没有足够的能源可以训练这些AI的这个 呃 系统啊 所以这个会是呃 另外一个这个部分 好 那那当然大家呃 现在看到的这些大型的模型啊 就觉得说 哎 是不是我们离这个 呃 呃 通用型的这个呃 人工智慧 呃 是不是越来越近啊 但是呃 老实讲其实连 呃 连这个 呃 还还差得很远啊 还是还差远啊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连这种 呃 老鼠或猫等级的这种呃 智慧其实都还还没有到这 所以呃 这边都还可以慢慢的再 呃 说上去啊 不过呃 以这样子的速度来看啊 这个 以指数型的成长度来看 好像这个呃 应该也是 呃 也许有生之力应该去看得到啊 好 那那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些不同的这些 AI的这个技术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 AI技术其实呃 呃 很花钱又很花电 好 花钱好电 但是呃 呃 这个东西 呃 最终 为什么每每一个企业都在追求这个 因为它确实可以替你带来一些呃 呃 有用的啊 有用的 呃 呃 不管是成本的节省 或者是一些呃 效能的这个部分啊 好 那我们这边呃 这个聊天机器的 然后自然语言处理啊 等等 好 那这些技术有的其实呃 呃 呃 并不是今年才才做好 更早之前就已经在做的这个部分 那这些其实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很多地方 其实它都可以用得上 都可以用得上 所以呃 这个确实呃 对企业来讲 它事实上呃 可以有获利还有改善成本的这个空间 所以呃 为什么每一个呃 企业现在都在追求这个AI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 那我们 好也没有问题 我们简单的稍微跟各位呃 呃 高速一下这些 AI的一些历史还有现今的一些发展的 呃部分 好 好 那 那接下来我们来呃 呃 介绍一下哈 AI跟Machine Lending跟Divending到底有什么呃 呃 差别哈 那所谓的人工智慧 所谓的人工智慧就是它呃 去模拟这个人类的这个智慧 呃 什么叫做人类的智慧呢 就是你的结果看起来哈 好 他是呃有智慧的人 就可以把他当作是呃AI 好 但是呃不管你有什么方法去做 好 所以在早期大概呃 呃 40年前好 40年前 的时候 那大家很流行一种叫做所谓的raw base 的这个呃 呃系统就是呃比如说你要下期的话 呃会会列出呃这个2000条的这个规则啊 好 那你就根据这2000条的这个规则 呃他就可以呃 可以回答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但是也在他的这个规则里面的话呃 呃像这种也算是AI 好 那那这种raw base的大概呃很快就证明不太可行 好 因为他能够做的就真的很局限 嗯 好 那那这种的话是根据你自己去写程式所所得来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到1980年我们刚看到1990年的时候 那大家就开始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所谓的machine learning 好 机器学习 那机器学习呃他学什么东西呢 他是从你的资料里面去学规整 哦 资料里面去学规整 而不是靠人把这个规则把它给写出来 好 所以你不直接去写程式 好 好 所以呃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方式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决特定的这个 呃 问题 那地位 learning 呃 呃广义上来讲它算是machine learning的 一种 好 machine learning 好 那只是我们之前的machine learning的话 你从资料里面去学这个规则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找出这些特征出来 找出这些特征 好 那我们现在连特征的这个部分呢 也是让他去用学的这个方式学出来 好 所以呃 我就不需要在人工去萃询这个呃特征 好 而且我们可以做成更深层的这个网路 好 那那你这个特征呃 呃做出来事实上他可以呃不只是那种简单的程程 他可以做一些更抽象的 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用呃一个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呃呃 要让一个电脑 好 来看这个 时钟 好 来告诉你说现在是机电 好 就直接给他这个时钟的这个照片 好 直接给他时钟照片 好 那电脑要怎么做 好 好 好 那 如果你直接让他看图的话 好 直接让他看图的话 那你可能要呃呃 呃 用一些比较呃 像希恩圣的这种网路 好 一些比较大用的资料 让他去做这个呃训练 训练 好 那 但是如果我们呃想一下 呃 呃 呃 我们放一点工人智慧 好 那工人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放一点这个 这个 特征技能 特征技能 好 那基本上你可以 可以找出这些 时针和 呃 呃 三针的这个指标 好 指标好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就可以 所以 呃 我们就借用这个 呃 特征 人工萃取出这个特征做的 好 那如果我们这个特征做的更厉害一点 好 比如说 呃我们 想到 各位如果想一下 我们小时候在学这个 看时钟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看这个 呃 他的这个角度 看到角度 好 那你看角度的话 就看这个角度 呃是这个360度的哪一个 哪一个部分 好 那如果你是做到这种程度的话 你会发现你 你连Machine Learning都不用 你直接查一下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好 那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 这就是 特征的三个阶段 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特征 很多的这个功能智慧 你事实上是完全不需要Machine Learning 不需要Deaf Learning 不需要Deaf Learning 好 那你的特征 比较少一点的话 那你可能就需要有一点点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东西 那你完全 不知道特征要怎么做的时候 让他自己学的话 欸我们就会需要用Deaf Learning 这个东西 好 所以呃 对Deaf Learning来讲 呃 你会发现这几个 这几个 需要的资料量事实上是不太一样 当你的特征 越好的时候 那你所需要的资料量事实上是 越少 那但是如果你没有 好的这个特征 你都要让他自己学的话 那你就会需要大量的 呃 资料去做 当然是要去做的 好 所以呃 所以呃 呃 传统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 比如说这个做语音辨识 那你就要去呃 先去断 断它的每每一个字在哪里 然后再把这一组 呃 麻烦啊 你要去找这些 呃 特征 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 呃 我们人能够想出来的这个特征 你再怎么厉害啊 都是有它的极限的 都是有它的极限的 那最好的特征 呃 最好是自动学 而且从哪里学 就是从资料里面去学 好 所以呃 所以呃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我们传统写程式 各位在大一学这个呃 呃 程式语言 你就是自己写程式 好 那那我们的machine learning呢 就是 这个特征的部分是你自己做的 但是你从特征到输出这边呢 是靠machine幫你去做的 好 那如果我们连特征都是呃 让它自己学出来的 这个就叫 我们现在有个 你会看到一个名词叫做 所谓的representation 的learning representation 它事实上在学这个特征 那你这个特征你事实上 呃不只是这样两层 你可以是更多层 就会变成是呃 dip learning的这个 这个 的东西 好 那这样有个 用资料来学有什么好处 啊 这要来学有什么好处 也就是 当你的资料增加的时候 啊 当你的资料增加的时候 如果是machine learning的也算了吧 那 呃 因为你的这个特征就已经被你 设定 好 所以你的资料越多 它事实上它的到 到过来它的performance 就会saturate掉 因为它没有办法学到更多的这个特征 但是如果 你是用deep learning的话 可以从资料里面学 这个 自动学这个特征 那你资料越多 它就会学越好 所以它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呃 大型原模型 啊 为什么这个呃 效果会 会越来越好 那事实上它很大一部分靠的是 就是大量的这个资料 大量的这个资料 大量的这个资料 那你的资料越大量的话 它 能够学的就会越好 那 你可以看到呃 像这个 拉玛 呃 从二代到三代 啊 它为什么可以学的越好 它其实呃 呃 蛮大一部分 并不是它的 呃 这个 这个 模型的架构有什么改善啊 实际上 蛮大一部分都是在改善 它的这个资料的这个 呃 所以你好的资料 你才有办法 呃 学到更好的这个 呃 所以 所以本质上来讲啊 基本上它是一个 scalable的这个 呃 scalable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呃 呃 呃 我们的这个资料 事实上是会一直 成长上去的话 你让它scalable的话 那它实际上是可以学的更好 好 没闲下 好 那 呃 接下来我们稍微 跟各位介绍一下 呃 这边你常用的这些 Fernwalk的那个 呃 对 好 那 那 目前各位大概最常看到的 会有两个 一个是Google的这个PensorFlow 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 呃 Meta 在主推的这个PensorFlow的这个部分 啊 PensorFlow的部分 那呃 这边还有列一些其他的 那 咖啡这个是还蛮早期 呃 它就做出来 所以呃 呃 在一些呃工业的应用上面 还还会看到 然后 后来咖啡的这个 这个 作者啊 作者他跑去这个Meta的PiTorch 啊 所以呃 后来咖啡推了一个 咖啡2.0 啊 咖啡2.0 所以在这个PiTorch 可以看到 那其他几个现在应该已经都死掉了 啊 这个日本的channel在前面啊 就 就说哎 他们就把他们东西就merch到PiTorch 里面去 所以这个已经死掉了 然后Amazon的NSNet也没起来啊 然后这个是Microsoft的CNT 跟应该也是都没起来 就全部都死掉了 啊 所以现在的这个赢家就只有这剩 剩这两个啊 剩这两个啊 啊 那TensorFlow 呃 呃 它基本上是以PiTorch为基础啊 所以学起来其实还蛮好学的啊 学起来蛮好学的 但是啊 TensorFlow的这个语法就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用起来不是很好用啊 所以TensorFlow1.0呃 呃 最被大家诟病的就是那个学习难度有点高啊 嗯 好所以呃 但是他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工程师啊 有一个工程师啊 呃 他做了这个东西叫做Chaos 那Chaos 事实上只是外面的一层 包起来的这个API啊 他底层可以挂任何的这个 framework 都都可以 好 那因为这个工程师是在这个Google里面啊 好所以后来这个Google就决定 把Chaos的这个外皮把它挂到TensorFlow去 就变成这个TensorFlow2.0 TensorFlow2.0 那这样用起来就会比较 比较好用啊 比较好用啊 所以呃 呃 现在呃 大家看到的是呃 这个部分 好 那另外如果你想用MateLab来做的话 MateLab它呢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 呃 类似的framework 然后 呃 Java也有一个 好 这个 那 基本上大概可以看到 呃 呃 大概用TensorFlow 还有PyTorch的 大概呃 差不多将近是1比1 好 将近是1比1 好 呃 但是PyTorch的实际上会占 占多数 那 业界有时候会稍微再偏好一点这个TensorFlow 因为呃 Google在呃 呃 一些呃 微型化的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 把他deploy到这些实际的应用场景上面做的比较多 所以呃 业界的部分呃 有些会稍微再偏好一点这个TensorFlow 那 不过PyTorch呃 呃 在这个部分他其实也呃追的很快 所以 大部分你可以看到就是呃 某个 特色在TensorFlow出现之后 呃 PyTorch可能隔一阵子就会有啊 那PyTorch有了隔一阵子之后 TensorFlow就会有 所以 这两个呃 大概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 还蛮差不多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所以呃 呃 deploy的时候会变成是这样 就是 你上层这边 不管是用PyTorch 或是TensorFlow的这个 呃 model 你要maping到底下的这些 CPU GPU 或ASIC 的时候 那 呃 那有很多种方法 那现在的比较常用的方法 事实上会透过类似像这种 Compiler的这个 这个Compiler 呃 呃 呃 各家其实都 都有出啊 都有出啊 像PyTorch自己也有 也有一套啊 然后Google自己也有一套啊 特别针对他们自己的这些 呃 TPU的话都都有 那Open Source的也有一个呃 呃 叫做TVM的这个部分 啊 那这边呃 呃 呃 PyTorch他们就在推一个 因为你比上层的这个 这个framework都长得不太一样 啊 那你要maybe到下面的时候 有时候会比较困难 所以他会先把它呃 呃 转换成一个呃 呃 中间的这个格式 叫做Omnus的这个format之后 然后后面再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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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去做会会比较好处嘛 但是Omnus格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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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太能够支援一些 你自己定义的一些类人的这个 这个形态 当然常见的这些呃 呃 Commolution的 他当然有支援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定义的话 他的支援程度有点不太好 所以这样子你要从上面呃 呃 往下做的时候通常你第一关会卡 关的就会卡在这里 好